台北大巨蛋已经请领到使用执照 市长蒋万安也将亲自前往开箱 但有议员质疑大巨蛋公安仍有疑虑 未来如果要举办演唱会 完全不符合防火逃生避难安全相关规定 根本是放水过关 而台市新闻也独家掌握到 昨天蒋万安已经带着市府团队前往大巨蛋视察 他再次强调一切审查都是合乎法规 台北大巨蛋20号的时候已经请领到使用执照 不过现在就被议员质疑了 明明还有安全疑虑市府却放水过关 台北市长蒋万安周五将亲自开箱大巨蛋 台市新闻独家掌握 他和副市长李四川24号就已经率领市府团队 低调来大巨蛋视察 难道是因为同一天议员在议会直询时的炮火 太猛烈了吗 蒋万安你要不要讲看看说清楚讲明白 你现在发的使用执照如何符合127条的规定 如何解除建造筑记的要求 你蒋万安根本讲不清楚啊 你讲的都是空话 议员质疑大巨蛋在第三次建造变更筑记时 宅明未来如果举办非体育活动 也就是演唱会等等 得符合建筑技术规则第127条 或者是由专业机构来审核防火逃生避难安全 但现在两点都没有做到SOP还未订定怀疑北市府是放水发使照 大巨蛋本身它就是以运动场馆为主的建设 一切都是依照相关的标准跟规定来进行审查 蒋万安强调大巨蛋申请使照的项目是运动场馆 评估已经达标才会过审 监管处也回应未来如果要办演唱会 这些艺文活动会要求远雄集团找公卷第三方单位 来审查公安问题 力拼三个月内定出相关机制 介终凌晨杰丽密州台北采访报道